你是想搞重包 我就想 管事的人多有点权 财务让我说了算 这不重包也行 那不还是搞重包吗 这事之前在村委会 我们讨论过 不行 那之前你在外面 上面有你顶着 你路子已 面子过 我们小雷家就是靠着贷款 那也过得舒舒服服 可是现在呢 你在里面 你不知道我们在外面的苦 银行利息 工人工资 它像大山一样 压得我们闯不过来气 经营上 我可以另外帮你想办法 实在不行 就把工程队再搞起来 材料就用我们自己厂子的 你说了这个事 绝对不行 东宝 你在里面 说话是轻松啊 建筑队拉起来 到哪儿拒绝项目 县里面关系全断了 室里面把小雷家当作反变典型 谁都不敢占我们 办法总会能想得出来的 这个口子我不能为你开 如果承包给你了 别人就有样学样 我现在在里边 我这双手够不着寸里边 到最后只能让集体吃亏 让小雷家的乡亲们吃亏 不承包最后的 才是小雷家吃亏 师哥那小子 整天拔去上面 他跟新来的什么储相掌 穿连当裤 村里面所有的钱 他都往上交 小雷家现在穷得都拗嫌了 就算我承包给你 你除了能给村子里 交上承包费以外 你还能交上什么 到了吧 还是肥了你史洪伟一个人 大家被小雷家拼死拼活十几年 不应该得点好处吗 东东 以前你让我吃亏 我吃了 我现在眼看着 以前求我们要货的那些人 都罚了 我有一句怨言吗 我没有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拦着我不让我赚点小钱吗 我没拦着你赚小钱 但是你不能罚小雷家的墙角 小雷家的墙角 你都考虑小雷家 八半年过去了 除了我 小雷家谁来看不见啊 晓鸥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走都在花里边自行品吗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该走了 不是吧 站那儿 走 小雷家到底怎么了 小雷家挺好的 不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吗 嫂子 你瞒不住 她是小雷家土生土长的人 小雷家 人情比至薄 当初 小雷家的人 怎么对的老书记 她都看得眼泪 小雷家的人 骂我了 把你娘 赶出村子了 就差跑你家祖坊了 崩宝 你现在还在惦记村里人 你应该惦记惦记你自己 你得让我承包啊 我承包我才能有力气 我帮你啊 行吧 别说了 出去 出去 虚 你 你 神 哎 神 神 神